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热烈祝贺同学们进入南科大学习深圳 深圳大学和其他大学城不一样 可以从研究生再办到本科室 在后面室里研究的时候觉得 还是又办就办口水平 回想十多年前 我受市委市政府的委托 负责南科大筹建工作 又办一所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秀 在螳螂山上 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创秀之路 如今 这所带着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特区精神的大学 已然成为新时代 勾等教育创新的深圳样本 南科大 生逢其时 生逢其地 超越我的期待 扎根中国大地 创建世界预留大学 南科大以新深圳速度奔跑 中国人类历史的发展的重大突破 往往都会发现 它离不开材料的平行 材料学作为一位赋能的学科的话呢 在研究过程中 往往是比较缓慢的 大学往往成了材料研究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堡垒 当材料学科研究 激烈的发展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有理论的创新 变成技术的特点 从而改变 乃至于颠覆人们过去的生活 科学的研究要改于做冷板的 它需要长眼的眼光 坚定不移的使命感 用高效研究的名字 照耀产业的发展 今天是我们南科大副中开学典礼 我现在感觉非常的激动 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开学典礼了 现在是彩排时间 我马上就要成为南科大副中的一员了 我是南方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在一次庄严宣誓 南科大副中我来了 今天我因你而骄傲 期待三年后的明天 你因我而自豪 我来自潮汕的农村 南科大 是我来深圳的第一站 学长 这里面的金属线是 大学四年 对微电子 集成电路领域的学习和探索 丰富的社会实践 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方向 现在我来到了人生的下一站 华为 下一站 华为 我有幸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加入中国芯片研发的行列 没有伤痕累累 拿来皮糙肉厚 年轻人 面对未知 我们始终怀抱勇敢的心 2010年来南科大面试 也是我第一次来到深圳 我从南科大教改班毕业 与我的导师孙纳志教授合伙创业 在新冠疫情期间 我们在深圳市委市政府 和南科大的大力支持下 迅速完成了生产转化 提供捐赠超过100万片 防务酒精湿金 驰援武汉等多地抗疫一线 实现了基础的社会价值 科技创业需要耐心 更需要激情 我只是个探路者 南科大这片科研沃土 等着你们的挖掘 新冠来了之后 医院当委要求我们 在完成临床任务的同时 一定要把研究做上去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把我们的研究生 培养他们具有一些科学的思维 培养这种基础和临床 相结合的这种复合性的人才 我们现在与南方科大学 共同开启新的医学人才的培养 我也希望我和我的团队 能够加入到这种培养模式中 为深圳的医疗卫生 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条路它是深圳修建的第一条首座布道 南科大就在这个绿色带子的最边边上 深圳整个生命的物种要超过三万种 多样的地形地貌呢 给这种各种生命的生存呢 提供了齐齐地 深圳多样壮美丰富的自然呢 滋养着这个城市 也滋养着我们的心里 同学们 深圳是都市与自然相融合的图示 走读深圳 也是您大学生活里重要的一刻 我在螳螂山种荔枝种了十多年了 我家狗园就在南科大的对面 南科大今年尽孝十周年 每一年都有学生成为我的顾客 而我的荔枝呢 都通过他们消亡了全国各地 最延迟到了哈尔边 将来我也希望我的孩子 能上南科大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通话仔 欢迎来自街东的屋形式来自 跨越两千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从北京一路来到这里 祝福同学们 在新的人生道路上 书写新的南科故事 做同学们学有所思 为中华民族的为大复兴 奉献自己的力量 港窗港式向前冲 加油学弟学妹们 同学们 欢迎你们来到南庞科技大学 我们一起努力 你好 南科大 到最中的东西 那里 把柠檬发动 在念 感谢观看